元素 早餐 剛剛那個材料保留下來 先保留一下 完成最后的电脑打样设计 唐奖振书外盒封套 正式进入打磨制作流程 很可怕 最后的电脑打磨制作流程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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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喔 哇 這質感真的 真的很細 你跟王姐講 我們這個本機被七次了 就現在是個改細文了 對啊 這個好感動了 因為上次那個我覺得 就是整個質感太寬了一點 這樣去就好了 對 所以那個 整個攤桿跟桿 太平了 對 對 這個很好 對 所以我很樂意幫她想 而且剛剛好啊 她講到這個獎狀 再加一個架子的構想 大概我們兩個一起 彈起來合作 大概有一些修改 也提供她的意見 就比較很快的方式 應該 不到了一個禮拜 我就把那個草皮畫好了 應該是這樣 連動畫都給她 那動畫出來就是 認可我們就打樣 打樣 這個中間當然是 面臨到實際的 畫圖歸畫圖喔 跟生產在製作的實際效果不一樣 發現問題很大 為什麼 它不會動 真的不會動 因為你一個旋轉盤 它只要控制兩個環節 它那個曲度什麼都一樣 你不會動 如果有這個事情 就是學乖的 其實我要用很多 很精準的 用那麼磁鐵彈力的原理 還有彈好的 兩個互相排斥 轉開來 轉了90度以後 就可以開了 非常合理 這次就更完美 讓我們盡了我們的權力 所以在這一天回來 還是非常感謝我們這個黃先生 讓我有這個機會參與我們這個華人 就是一個聖典在21世紀 默默無畏 我們還可以站到一點點 很開心 在南投竹山的外合封套 正在加緊趕工 灣西道正書製作的刺繡設計 也進入最後的成品製作階段 因為它的東西是比較精細的 它的東西 因為它不外向 然後像山寫 它就是很精細 很精細的話 那你這材質就很容易破 很容易破 那就是你在想辦法 就是這樣 它其實是前面 前面它要參展的時候 那個過程 我們花了比較多時間 去琢磨這個材質 因為它這個材質 其實是比較高級的紙類 對 它只是比紙更好一點 可是它還是算是紙 因為它沒有韌度 其實刺繡的東西 其實是要破 你要有它的韌度 不然的話 紙張就是一抽下去 它就破掉了 蒸下去它就破掉了 所以我們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難在這裡 經過兩個多月 與設計師的溝通調整 首屆唐獎得獎人的證書 結合了台灣竹藝精品的設計 與傳統刺繡的工藝 所呈現的證書內頁 讓這份來自華人世界的殊榮 彰顯受獎者的傑出貢獻 這是我們在整個製作過程當中的一個工法 那這工法的部分 我們剛才介紹過絲綢 但是這個絲綢 它是比較現代科技的材質 它的耐久性 還有就是它的挺度 是比較容易去表現 我們現在在皮面設計跟印刷 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另外我們在門匪上的一個門板的材質 是一個竹 竹擊板 是一個比較現代 但是它具有東方的一個美學的精神傳達 因為講一下這個 當然它是一個設計沒錯 可是這個設計要去達到一種 一種 讓人家覺得它不是只是設計的這種美感的東西 它就是可以去結合藝術工藝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選的這個東西就是 它就是有結合了這個所謂的工藝的這個部分 然後工藝美學這個部分 它其實它在材料各方面 我覺得它 它也用了很多心思 就是做了很多study 然後也突破了很多的一些困難這樣 第一名這個合集器 它既是一個有高格調跟高水平 也是有很經濟 但是也是一個低調的 不是江洋的 我覺得這種審美 才覺得推動 推動 是怎樣的 其他都有很多 好久的 其實我其談起來會做不同 唐朝就是一個 在藝術 在文化 在任何方面 都是最輝煌也最有成就的一個朝代 那我覺得 我以台灣設計師為榮 因為只有台灣設計師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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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